这个就是我研发的空气阀电机 现在是可以正式的阀电 我叫胡锅中是荷兰省的素质县人 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搞这些小发明 后来呢到军队里边呢帮别人修过这个坦克才有发电机 后来到江苏这边呢修工程机修汽车呢挣到一点钱 因为中国的能源局势摆在这里弄电很大 包括我们老家他是三天两头停电 你需要电的时候没有电不需要的电的时候 他电来了很令人头痛 那我就是开始有一个梦想 像研发这个一种发电机 那个传统的发电的话呢 他们都有很多的弊端 第一个风能发电呢 它风大了不能发电 风小了也不能发电 发电呢而且不能自己运动 这个火电要烧煤对吧 烧煤有严重的空气污染 环境污染 第三个呢你像太阳轮那占的面积很大 发电量很小啊不够用 后来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空气发电 从那个一二年呢开始 自己研发了一个这个空气发动机 开始吧那个精度做的不好 发电要么低了要么高了 要么赫值不对 还不能直角运动 那只能当废品了扔掉 做了很多样机 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搞了精疲力精 那是一度的苦水 那么这个钱呢是消耗的也厉害 没研发这个空气发电这个时候 那日子是很风光的 又开这个热水器这个厂 还有这个纺织机这两样 每一年弄个六七十万块钱 全部都赔到里边 这个厂也搞倒闭了 房子嘛也卖掉了 车子也卖掉了 这个钱全部搞进去了 七年下来呢千把万省事掉了 一头的黑发搞成白发了 最亏欠的是我老婆儿子呀 但到底讲我这个年龄对吧 应该给他们一个很安稳的一个家了 那结果被我半分掉了 房子一这么就爱好着 找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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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呢 人们总归有个理想 人的意思你说没有理想 哪有份都 哪个厨房也好 这个炒菜也好 你不管怎么你到哪我到哪 你有饭吃我有饭吃 我妈以前上班一个月就这么了多少钱 我这么大了也没有给家里面多少家用 都是我爸一个人的努力 这么多年了就靠他一个人 所以说呢经过这个几年不断的实验研发做出来了 七年下来打开有上万次实验了 那么这个原理呢有九个部分组成 那么最核心的那就是我要用风能空气压缩机 因为这个外在这个条件呢不允许 那我就来用这个模拟风力那个空气压缩机 那这个模拟的呢就是那个风车 这个就是风力空气压缩机 这个空气源经过储存这个储气罐里边 保持一个呢平稳的那个输出 到我们这个空气发动机 从这里进去进气进到那个空气发动机之后 那么就是经过这个变速箱到这个发电机 那我们就可以发出那个平稳的电流 那我现在呢就是开这个空气 是发电是真实的 那么我这个电可以最低的 让它国外的电器我发的110伏 让它中国的电我220380 发送一个标准的电流 这个机器呢是凉发成功的办的专利 现在空气发动机呀做的是小的 那可以无限制的做大 建发电站也好私人用也好 这个成本是最小的嘛 比如建什么水坝发电投资呢 它也是最少的 而且呢是空气发电 不在于风的大小 不在于场地 而且呢它没有任何污染 发电用的是空气 排出去的也是空气 最大的优点呢 你这个空气可以循环利用 排出来的空气 我经过一个装置 再回收一部分 晚上你夜间 你都睡觉了 这个电它用不了嘛 我可以用那个压缩机打气 也再回到此情况 这个呢就是那个风力发电机 它呢是用那个风能拖动发电机 直脚发电 经过蓄电池储存 在深压的690伏 跟国家电网并网 那我那个空气发电机呀 跟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的是三页 我的是两页 我的呢是带动空气压缩机 它这个柱子呢 我就是我代表我那个储气罐 我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的这个储存呢是电 我呢是 蓄的是空气 我的呢就是 就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只要你的空气储存在里边 空气正常可以发电 我这个空气发电机呢 最适应的就是风大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洋海边上 那个山上 村市里边你装在房顶上面都可以啊 空气压缩机也可以单装 织布厂啊 喷气织布 它都可以只要用这个风力打气织布了 你发电也好 你就是专门用这个气体都可以嘛 它的用途很大的 很广泛 我这个呢空气发电机呢 现在扬发的很成熟 如果说呢 政府有兴趣 我可以奉献给国家 让老百姓享受到 无污染的环境 青山绿水的美好家园 你最起码 也体现了你这个人生价值嘛 对吧 你人活在世上也不能考虑自己嘛 我一直讲的 我也没有想发多大的财 但是我在想 能为这个人民做服务做事 这才是我的最终目标啊 本期待会儿 is 你们所想画的这个人生价值得很高的